這個今天的整個現場 到底還有什麼樣的一個特色 俊憲也是在現場嘛 你的觀察是怎樣 是 我們先感謝所有參與的各位民眾 各位鄉親 那我們也感謝工作同仁的努力 辛苦 那我們更感謝天 今天給我們一個 大家都想不到那麼好的一個天氣 讓我們這個遊行可以順利圓滿 那這個遊行其實我要從 它今天之前 事前的籌備階段 就有一些特色 我要先跟大家來分享 第一個民進黨在去年12月中 中常委通過要辦遊行 我們各地的黨公子跟我們回應就是說 民眾就不停的在問 哪一天哪一天 那因為去年12月中 我們通過是要遊行 可是哪一天不曉得不能公布 是因為場地申請必須要30天前 所以我們還沒有申請到場地的時候 不能確定 所以在那一段 還沒有確定是哪一天的時候 幾乎各地都跟我們說 到底是哪一日 很多人都在問 這表示說大家已經有那種熱情說 好像說動不了 趕快有一個機會他們要來參與 那第二個在這個大遊行之前 我們也火大列車到各縣市去辦演講會 那我們都有辦那種網路的播出 那有一個特點就是過去民進黨這種網路的演講會辦 這一次是破紀錄 就是說在網路上去點閱的人 很少以前大概都一兩百個人 這次都是五百六百上千人 很少說在網路上 民進黨這種演講的網路上 有那麼多人來參與 再來 這次我們有邀請一些公民團體 你跟我們一起掛名 你來協辦或者是說你支持這個遊行 有超過一千個 以前公民團體有的不願意跟你政黨掛在一起 他覺得說我跟你政治要保持一個距離 可是這一次 你可不可以舉個例子 以前不跟你們掛一起的 這一次願意都掛一起的 你像教師聯盟 教師聯盟是不是 還有退休的軍公教人員 他們這次都不只掛名 而且還出來走 跟我們在一起 這個也是我覺得 他們火大是因為被扣錢還怎樣 不是 他要求改革 他要求改革是不是 他要求改革 我發現有一個老師他講的很有良心很有道理 他說他已經退休了 他一年領84萬 他覺得良心有點過不去 他覺得這個要改革 不然政府真的會倒 老師我們這次 剛剛定宇有提到 說人很多 我們這次總路線大概5公里 前面領隊黨主席 他們到達現場的時候 後面還在能外圓環 大概堵了3.5公里 也就是說你5公里 只走一點點就全部堵住了 就走3.5公里 可以說人數也超過我們原先的估計 剛剛主持人惠明有說 台北市警察局估算到9萬3千人 以前很少那麼多 不只是這樣子 台北市警察局他原來的估算 搬完的時候他是說多少 7萬 他第一次自己調高 說不只7萬 有9萬多人 所以實際上我們估算是絕對超過15萬人 是 那到底我們動員有多少人 有一些人會看衰 其實民進黨因為真的是預算的問題 我們假設有700部車 就是有了報到千道 大概只能動員3萬人 那大部分都是在地動員 直接來參與的 像台北市 新北市 主要是桃園以北 尤其今天沿線來看 看一看然後自動來加入的 這些都是遠遠超過我們所顧算的 尤其有很多的年輕人 有很多的婦女 這個我們待會應該在畫面裡面都看得到 好 但是這把火這樣子走一走 會不會就燒到哪裡去 等一下來討論 我們來看總統的回應 過去的這個遊行 總統的回應是怎樣 就是民進黨519嗆馬大遊行 台北520遊行的時候 訴求是要求總統 為開放瘦肉金 郵電雙掌來道歉 要撤換隔魁 然後總統就回應說 改革不能等 市政會更有同理心 10月28號勞工大遊行 六步一跪 這麼悲壯的一個行為 訴求的就是抗議基本工資還漲 很擔心勞保破產危機 結果我們總統在做什麼 去參加國片逆光飛翔的放映會 把他們給氣壞了 11月25號邱鬥大遊行 代替總統府 就前幾天 訴求是停止以經濟發展為救口的 右傾政策 向財團傾斜的政策 它說會要求行政部門審慎 研議具體回應 好 火大遊行就很清楚的訴求 換內閣反媒體壟斷 呼籲召開國事會議進行年金改革 那麼事實上在火大之前 確實政府有一些步驟的 就是說加強要來這個砍年未經 國營事業獎金也很快的有所動作 那麼本來一度就是支持反媒體壟斷 但是現在又煞車 說這個法令有些不足之處 然後再拋內閣改組 這個煞車有人說 讓火大的人更多了 但是這個煞車到底是對還是不對 也得來好好的研究一下 但我們先來講 總統這次人數比較多的情況之下 他的回應會不會更審慎 光請你的觀察 我認為他會毫無感知 因為先前他就有拆解113 這個火大行動的一些全盟 那不過我剛看到這個畫面 真的很有感慨 因為我跟時期為了上節目 我們又把綠色年代整個回顧了一下 包括輸血旅遊 過去在街頭的日子 現在又重新在馬執政下面 重新上演 還是停留在街頭 除了這個蔡英文之外 那不過為什麼我們有時候聽這個馬英九 他看到這些街頭運動 或者是他嘴巴上講說要改革 他要民主 甚至也反媒體壟斷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有些好笑 甚至那麼不到位 是因為他整個在民主進程的發展過程當中 他始終是站在反民主 反改革的對立面 我可以試圖做一個比較 民進黨在黨外時期 後來到主黨 我們用黨這個主黨前 主黨後來看馬英九的進程 第一個在1972年的時候 當時有一本大學雜誌 當時是為了 初期是為了蔣經國他要接班 而要推動所謂的改革 所辦的一個大學雜誌 以金谷相比來講 連關中 都是當時大學雜誌的成員 那時候張俊宏我曾經訪問他說 那時候馬英九在做什麼 馬英九不過就是一個大學生 曾經到過張俊宏家裡席地而談的 完全並沒有參與 當時李登輝有獲徐新娘之邀 有幫他們寫稿 那從這邊開展我們可以看到 後來分了兩頭 有人做大官 有人做大牢 有人做了大事 那一直到這個我們講說1979年的時候 美利島事件發生 後來美利島大省很多人是面對死刑的宣判 可是當時候馬英九他在美國他編的是波士頓通訊 他是一個職業學生等等他當時候在波士頓通訊的時候他把美利島事件或是所有的街頭運動他認為這些參與的民眾是報名 所以當時空整個這個當到現在的時候他或許停留在過去的思維裡面他看到走上街頭這檔的事他也認為說可能是報名 嗯 所以在他那一輩的人群當中甚至邵玉民有曾經講說這個氛圍喔 就是他們那個年代喔 他說這個氛圍喔 這個影響之下 可能共產黨可能滲透 在他們那一輩的人士當中 那我們又一直看到在1986年民進黨組黨的時候 當李文中在台大絕食 當陳水扁因為蓬萊島事件入獄 當鄭南榮發起519龍山寺的這個大遊行 當林鄭杰在街頭狂飆13天的時候風群雲湧的時候 民國75年也就我講這個年代 馬英九接受假考黑官漂白 從這個整個仕途這是一個轉折點 繼續在他的這個政治紅地毯上行走 所以我們看到說這一次蘇貞山後來給他開個三條件 開國事會議啊 內閣改組啊 可是這兩個他死都不願意 可是他別忘了 國事會議當時候他是嫌李登輝的命 他是去籌劃的 可是他現在竟然要以這個46天時數 換算時數的這個小的這個所謂的座談會 想取代一個國事會議 為什麼 因為他做不好 他不容許 但是也不容許其他人能夠進場來幫他分擔責任 幫他改正錯誤 所以後來我們知道馬英九當時候 他一直說委任直選 這個是李登輝叫我去做的 可是事實上你倒過頭來想 縱使李登輝叫他去做委任直選 可是他的想法就是維持老法黨 他就是要委任直選 包括後來動審 所以我講這些例子來看的話 為什麼我們始終購不著馬英九 為什麼勞工在街頭上六部一貴的時候 在三貴九扣的時候 他去看電影 為什麼我們講說改革的時候 年金改革 蹦出來一個關鍾 等一下我們可以細細談 為什麼是這個樣子 為什麼年金改革的話 他只改勞工 為什麼軍公教 福利國 軍公教有撥補 他負終極責任 但是勞工他遲遲不願意 為什麼他始終不改這個18% 種種的這個為什麼 你就可以有一個理路可循了 是 其實這個野草莓走上街頭 也是希望說刑法 這個極有法能夠調 也是調了一個四不項 這就是馬總統的特色 廢除刑法一百條的時候 他槓上了陳思夢老師 他當時是法務部長 他說這個不能取消意圖者 就是說刑法一百條 就是說意圖什麼煽動國家 叛亂的有的沒有 思想犯 他也說刑法一百條不能廢除 這就是馬總統的真面目 所以光晴舉這幾個例子 告訴我們說今天走上街頭 他會不會有感覺 很難期待他有感覺